今天想跟你聊一聊 主要是围绕着川普总统 马上要到中国访问 然后想主要地谈一谈 美中关系 还有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 所以第一个问题 让您来对美中关系 目前的现状 还有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 做一个总体的评估 或者叫评价 川普上台以后 美中关系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变化 他最初的时候 是以批评中国 指责中国 包括跟台湾领导人 蔡英文打电话等等 似乎在挑战着中国的红线 当然关于这个 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 我的解读 他本身是有意的战略性的 是他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位 什么样的好的地位 第一就是他想告诉美国人 他是对中国是比较强硬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通过这个以后 来给中国施加压力 一个是给美国人民 作为他是一个 恢复美国利益 美国优先 让美国更伟大 这是他最主要的竞选的口号 同时通过这样一个 战略性的地位 来使中国也能够 进一步的妥协和开放 或者跟美国合作 现在看来呢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后来就发生了很多 戏性的变化 而且他是个商人 他把所有的筹码都放在一起 包括台湾 南中国海 贸易潮核问题 哪个最重要 哪个次重要 哪个最不重要 应该说 我们现在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是他本身的一个战略考虑 然后就非常出人意料的 在4月当中的时候 就请习主席到海部庄园进行会谈 这是非常高层次的 他们两人也谈了很长时间 在这次访问当中 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人建立了友谊 尽管有人说了这个友谊可能藏不了 或者有人也怀疑这个友谊 两个国家都有 但是从我的观察来讲 确实两人有非常好的一个好感 同时也说了很多 特朗普说了默切 特朗普甚至说 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等等领导人 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这次在他就职的第一年 又到亚洲去 而这亚洲自行的最主要的一站 当然是中国 其他的只是辅助性的 如果没有中国的话 我觉得应该来讲 他可能不会有这个 亚洲自行 因为美中关系如果好了 对两个国家领导人 对两个国家都有利 但是如果出了问题以后 是很难想象的 当然特朗普他最关注的 是两个问题的 一个是朝核 一个是贸易 当然这两个都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又回过头来看美中关系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两个国家 有这么多的交接和交往 包括教育的交流 文化的交流 旅游业的发展 包括贸易上面的互相的 就是密切的紧密的关系 包括在战略问题上面 在朝核问题 在伊朗问题 伊朗核武器问题 或者是反恐问题上面 都有很多共同的利益 但同时又可以说在两个国家 还是对对方有很多的担忧 或者是很多的批评 最著名的就是一个中国威胁人 和美国阴谋人 这两个并没有消失 当然好在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 川普总统 应该还是希望两个关系 能够往健康的积极的 有成果性的双边的关系来发展 李生教授这是一个 对美中关系 还有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 这样一个总体的 这样的一个评价了 刚才你也提到 就是川普总统 实际上在当选之后 和上任之初 可以说美中关系 还是经历了一番的这样的 比较波折也好 或者是起伏也好 但是很快 就刚才你也提到了 就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在海护庄园举行了 首次这样的一个会晤 是在四月份 上任以后不久 而且是让习近平主席 非常有面子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举行了这样的一个峰会 而且多次的公共场合 称赞习近平是一个 很有能力的人 比如说是在 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上 做了很多努力等等 那么在您看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或者是什么考虑 使得让川普总统对于中国的态度 或者是说对于习近平的这一个态度 可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大转弯 这样的一个 这里边有的是变化 有的是他故意为之的 我觉得做一个商人 他当然知道中国的重要性 中国在世界经济整个事物当中 所占的比率 而且尤其是在美国的很多事情当中 包括贸易撤制 包括美国的基础设施发展 包括美国需要外界的投资等等 也就是如果合作得好 它可以两个国家 都可以弥补各自的问题 如果处理得不好 将会是整个世界的安全和贸易 都发生很大变化 但对另外有些问题 它有一个理解的过程 包括对朝核问题的严重性 它可能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样 所以更多的 也就了解了中国的立场 它比其他总统的 可能更多的了解中国的立场 这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再有的 就是实际上有的人认为 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 中美的贸易撤制 是次要的问题 最主要问题是市场整路 或者知识产权 实际上过去美中关系 在经济方面有个三块 这跟三个主要的领导人有关系 这三个不同的部长 那个成员 有三套不同的重点 所以它始终是在 在这方面是在 在哪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来跟中国 是得到这个经济 贸易上面的优势 所以它是在变化过程当中的 而且它不在乎 别人怎么说 它自我行我输 而在同时呢 中国可能也意识到 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既然请他来访问 一定要有些成果 而且呢 习近平主席也讲到了 中国的蛋糕呢 要把它做得更大 如果他们真正能够 把蛋糕做大 因为两个国家 市场都很大 同时呢 中国呢也可以通过 跟美国的这进一步 贸易的这开放和交流 从此呢来道别 中国的央企的改革 当然这是 也许是我们的想象 也许呢 中国会有很多阻力 尤其是当中国变成强大以后 但是也许呢 这里边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不仅怎么样 每个国家不能够闭关自首 中国呢是得益于 跟全球的经济化 而且呢美国呢 还是世界大经济大的实体 所以呢这方面的合作余地 应该是有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呢 这次访问呢 是不是在中国有些问题上面呢 会浪布 会妥协 或者会在很多方面呢 去更多的意识到 贸易呢 保护主义呢 不管是一个国家的 还是整个全球范围呢 都不应该是两个国家所追求的 这对中国是这样 对美国也是这样 嗯 我们再来说这个川普总统 马上对中国的这次访问 这是他上任第一年内 就对中国的访问 也将会是和习近平主席的第二次 就是峰会了 白宫啊在前几天的时候 就曾经有人问到的时候呢 就是说白宫的表示 就是说川普总统这次访问 美中双方呢 不会有第四个公报出来 这一次川普总统到北京访问以后 会不会给美中关系 就是双方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正式的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现在呢 并不是特别清楚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定位 当然呢 应该说呢 可能第四个公报呢 是不会有 因为美国官方呢 已经说了 所以呢 除了刚才讲的 朝核问题和贸易问题 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美中关系的 这么发展的 它是不是能够改变目前的 在国内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抵触情绪 然后更多的看到 我们把中国呢 应该更多的作为朋友 就是不会作为敌人 也许是一个竞争的伙伴 所以这个定义怎么来做 当然特朗普呢 不完全在乎这些东西 而且呢 这里边到底有没有这个概念呢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对他来讲呢 这个访问呢 能够也许给他对中国 有进一步的了解 也许呢 他通过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媒体 来悄悄地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这是有可能的 但这里一个突破口 这突破口应该就是 还是在贸易上面 他能够得到实际的 实际的谈判的结果 如果他能够取得这样一个共识 能够在国内的大的企业 中小型企业当中 都有一定的人呢 认为这个访问是对的话呢 这就是很大的成功 那进一步来讲 特朗普呢 他的外交政策呢 跟奥巴马不一样 他实际上呢 是希望跟中国合作的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战略性的 重新的一个布局和思考 一个框架 目前来看呢 并没有 因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特朗普呢 有他各种的特点 他可以不顾很多人的反对 包括他自己下面的那么多反对 会我心我素 这个我心我素 是不是带来一些 令人非常惊讶的 或者惊喜 这个呢 很有待以观察 因为呢 你可以想象 中国呢 一定会非常热情来欢迎他 他会感觉到在中国呢 可能在美国更快乐一点 由于他目前的美国 本身的困境 这些呢 都是不难理解 但是呢 目前来讲呢 美国的很多利益集团 是不看好中国的 美国的媒体呢 既反特朗普 又反中国 但是整个的国际环境 整个的美国 美国的国内的政治环境 对中国的看法 都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想象力 来看 怎么来使这个访问呢 能够真正的 对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对两国 不仅是两国首脑 还有两国各界呢 能够有更多的了解 而不是让那些什么 中国威胁人啊 美国阴谋人啊 这个继续发展 然后呢 使两国家呢 这面临了很多 非常棘手的 甚至非常可怕的冲突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第三个方面 这个也许是 因为我们来讲 英文讲的是不tangible的 比如你是抓不到 摸不着的 但是这种感觉 这种看不到的 这个影响力 都可能起一些 潜移默化的作用 突然之间想到 美国我们有 这么多的敌人 难道还要把中国 当作敌人吗 对中国来讲 美国真的是 想要把中国事情搞坏吗 美国这么多的 很多美国人 对中国的批评 也许他们是 出于良好的愿望 是出于尊重 而不是出于 就是看不起 就是贬低你 或者是其他 如果这种思维方式 能够有通过一个举措 一个篇演讲 能够来改变的话 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呢 目前来看呢 阻力是很大的 困难是非常非常大的 当美国看到中国 是那么保守的 很多的控制 很多的媒体的控制 对网络安全的这种 这种法律的影响 很多人 中国知识分子 就觉得对政府的批评 非常厉害 民间组织不能兴趣发展 你怎么能说 美国人会对中国 有很多的好感 当中国人看到美国 是这么排外 或者是目前国内问题 这么严重 而且把所有的东西 都指着中国 这怎么能是让中国人 觉得美国对中国的 这个愿望是良好的 要在一定程度上讲呢 希望能够改变这种 以往的尝试性的观点 好 感谢李生教授 好 谢谢